PS0基础入门第140个 为路径添加颜色 填充路径和描边路径 我们打开一个文档 我们使用钢笔工具 创建一个路径 随便创建一个 比如我们创建这样的一个路径 在路径面板的下方 有几个按钮 我们今天学习前面两个按钮 后边的两个已经学习了 前面的是一个 用前景色填充路径 后边一个用画笔描边路径 这个填充 会为两种情况 比如我们直接点击 我们不做任何的设置 直接点击 它会直接用现在的前景色 来去填充路径 我们点击一下 前景色的绿色 就直接填充到了路径里边 这个是直接的填充 如果我们想要额外的做一些设置 然后再填充 我们可以按住键盘上的OUT键 ALT那个OUT键 然后按住了以后 我们再点击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弹出的面板 填充路径的弹出式面板 然后里面有更多详细的设置 让我们指定一些填充的内容 指定前景色 背景色 或者我们重新再选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们选中一个红色 现在有混合模式 可以选择一个混合模式 就填充了以后 跟这个图层的混合模式 或者是多透明度 给我们把它设置一下 转然 填充路径的时候 我们选中的是这个图层 所以呢 它跟这个图层会直接拼合 那如果我们想把这种结果给它 放到一个独立的图层上去 那我们可以事先创建一个空白的图层 那我们再去填充的时候 它就会 这种结果呢 就会出现在这个独立的图层之上 比如说我们还是这个路径 我们把它移动一下 使用小黑移动 选中它 然后移动一下 移动到这里来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重复一下刚刚的操作 N主Alt键点击 然后 我们选定一个颜色 比如这次选中一个 黄的颜色 模式依然是正常 有透明度给它设置 有不同程度 鱼化干净给它也设置一个 各种设置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确定 它就填充了一个黄色 半透明的一个黄色 我们看一下图层面板 图层面板呢 它是把这种结果呢 放到了这个空白的图层之上 这个是 给路径添加填充的颜色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选项 我们可以填充内容识别 图案 历史记录 黑色 50%灰色 这些都可以 我们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是填充路径 那么后边的 它有一个描边路径 我们把路径呢 再给它移动一下 移动到这边来 描边路径 我们可以使用画笔 铅笔 各种工具来去 顺着这个路径 来去绘画 描边路径呢 也可以反过来说 顺着这个路径 来进行去绘制像素 规画 同样的设置 就是说我们现在 它会使用默认的 会使用画笔 或者是默认使用铅笔 或者是我们上一次 有操作过 它会保留这个设置 那么我们上次操作的 我们在点击的时候 就是使用默认的设置 或者使用我们上次 之前操作过的那些设置 如果你之前没有操作过 那么它就会使用默认的设置 我们先不管它之前默认的设置是什么 我们先点击一下 点击描边路径 那么为了 我们已经选中了这个空白度层 所以这个结果会出现在这个 铺层2上 我们现在直接点击一下 之前我操作过设置了一个画笔 就是这样的一个画笔 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 因为这是我们直接 使用默认的设置 去描边这个路径 但如果我们想用 我们想控制一下这些选项 那我们跟填充路径 这个一样 就是按住键盘上的out键 然后再点击它 它就会出现一个 让我们去设置一些面板 这个默认路径的面板呢 面板本身比较简单 但是呢里面的选项 好像是比较复杂一些 那么我们只演示前面的 几个比较简单的 然后下面的呢 我们可以自己慢慢的去尝试 比如说我们 选择铅笔 秒一下 它已经秒了 但是呢可能看不到 那我们再试制一个 按F5 试制一下 设置一个画笔 设置这个画笔 设置这一个吧 这个比较明显一些 设置这样的一个画笔 然后呢 我们再去描边一下 再去直接点击 描边 刚刚设置的那画笔呢 有点大 那我们把画笔呢 变小一些 画笔呢 它会使用前景色 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 它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用画笔顺着这个路径 然后去描边 或者我们可以使用那种 常规的 使用这种 那我们再点击一下 它就会这种 顺着路径 去绘制 这个是描边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解了就是 我们绘制了一个路径以后 我们给这个路径 添加一些填充 添加一些描边的效果 嗯 我们先掌握这种 基础的这些操作 那么未来呢 我们去创作一些 做一些创作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利用这种 操作 然后来达到我们的一些 比较特殊的那些目标 或者完成我们 特定的一些操作 那大家多练习就可以了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第140课 归路径添加颜色 可以填充右路径 也可以顺着路径去 绘画 也就是说描边路径 那我们 这一系列课程呢 是PS0基础入门 是讲解很基础的一些操作 嗯 另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系列课程 有PS实战技巧系列的课程 还有PS深度学习的系列的课程 就说 针对不同的 学习的阶段 我们有不同的系列的这种课程 那大家有选择性的 来去挑选课程来学习就可以了 好的 有任何疑问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人加油站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